大家好 我今天代表就是 那個國家保障這個專案 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這個專案它的本體在美東 然後我是台灣的分靈體 那這個專案主要就是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把就是散落 就是台灣有很多歷史 其實在別的國家的它可能檔案庫 或者是其他收藏歷史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東西找出來 因為有一些東西可能對我們說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其實台灣人都不知道的 過去的歷史片段 或者甚至它是一些地理的資料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是針對就是美國國家檔案局 就是他們有進去找一些 就是屬於台灣的資料 那我們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首先去那個地方挖寶 就是去拍照 把它的東西拍出來 因為大部分檔案局其實東西是不能外帶的 那再來就是把它上傳公開 變成數位化的文字 之後翻譯可能我們就會找到一些 屬於我們的故事跟歷史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是 這個是就是目前我們已經有自己的設計的那個樣子 那現在也在就是進行就是網站的wiford規劃 那我們有一個設計日資就是上面都有就是目前所有的進度 就是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 那我們現在還需要一個就是 因為文案就是很難寫 就是日本人不擅長寫作 所以如果就是現場有很擅長寫文案的人 就是希望今天可以協助我把我們網站就是 裡面的文字就是變得更好 然後能夠激發人家的熱血想要來挖寶 那我們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美東那邊就是 目前大概希望能夠參加這個活動去宣傳 讓更多在美國那邊的台灣人就是對這些事情有興趣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有一個前進美國檔案局的完整 特別如果你最近剛好想去美國 然後剛好要去美東 然後又想挖寶你可以參考這一份 就是它是一份很棒的長寶圖 你可以去裡面看看 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徵求譬如說你想去美東玩 然後還有就是 你是一個很棒的文案寫手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IOS工程師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討論設計都可以 然後我們專案就是Hack4也在這裡 然後上面有就是所有關於我們的東西 就是National Treasures 我們是國家保障 謝謝